哈啰 大家好 我是比比 今天我们讲的这本书 书名叫 Outliers 二数 作者 Malcolm Gladwell 可能大家都听过 就是我们学习一样东西的时候 如果你想学习那样东西的话 就有一个叫一万小时法则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专心去练习 精进一万小时的话 你就可以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而一万小时法则 正正就是出自于Outliers的这本书 但是今天你见到标题 我今天就不是讲这个一万小时法则 今天我想讲的就是成功和理想的不一样 我们经常都说成功 努力当然是少不免 努力根本就是已经是成功的基本 你不努力 没有可能获得成功 但是问题就是 其实现实很多情况就是 即使你努力 也未必会成功 而今天我们的主题正正就是想探讨究竟努力以外 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一个人成不成功呢 我今天就会分享这本书部分的读口感 如果你听完之后 继续有兴趣的可以买这本书来看看 去给大家收听一些书本的读口感分享的 事不宜时 我们立即开始今集的内容吧 有时候成功不是靠你努力就可以 即使你是一个天才也是这样说的 而很多时候都是跟我们可能的家庭背景 出生 所处的文化 又或者甚至是一些你想都没想过的因素 去影响到你成不成功的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1968年的时候 Bill Gates那时候13岁 但是当时年纪轻轻的他 是全世界少数可以无限地使用最先进的电脑系统的一个小孩 你想想1960年 电脑是一件很贵的东西 而且不是很普通的 是比较稀有的东西 而他当时只是一个小孩 是个小孩 但也可以接触到电脑 而之后他才可以连续写了7年的电脑设计 再有今天的成就 另一个例子就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Jack Bush 他当时竞选的时候 一再强调他自己靠自己的本事去坐在这个位置 但是如果你看他的背景 他父亲就是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布殊 而他哥哥就是2009年1月才卸任的总统小布殊 而他爷爷也是在华尔街可以呼风唤雨 就这样看看他家族的背景 不知道你还觉不觉得他是 只是豁着靠自己的本事去坐在州长这个位置呢 当然也是那句 努力已经是成功的基本 而我们今天探讨的是 成功除了努力之外 其实我们的家世背景 有没有贵人相助 幸运之神有没有眷顾你 无可否认其实都对你的成功有着莫大的关系了 成功其实是一个优势的累积来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马太效应 那马太效应的意思呢 简单地说就是 凡有的 还要吸他 叫他有余 但如果你本身是没有的 是弱者的 那我就连你紧如的都要拿走 即是说 有的越有 没有的就越没有 有钱的就越有钱 穷的就越穷 聪明的人更加要栽培多些 没有那么聪明的人 我就更加不会再放更多的资源去继续栽培你 那你就继续没那么聪明了 那书里面的例子也挺有趣的 他就是说 加拿大的曲棍球代表队的一些明星队伍 有很多球员 超过40%的球员 都是在1到3月出生的 那这个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年龄 即是不同年龄组变 那个剪除位呢 就是在1月1号 那变了如果你是个教练 你都会找一些 大过少少的小朋友 即是你玩曲棍球呢 他的体型是很重要的 你当然要选一些大大份可以撞来撞去的 那就是说 1月至3月出生的小朋友 你就会大过一些 可能连尾才出生的小朋友 大概一年了 而小朋友呢 大得几快呢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在这个标准下 其实你遲些出生的球员 即是比如你11月12月出生的 那已经是差不多 好像是一个原罪 你已经有较少的机会 去被选中了 而同样的情况呢 亦都发生在其他国家身上 例如是英国的足球队 他们的年龄分界 就在9月1号 所以大部分被选中的选手呢 他们的生日呢 其实都是在9月到11月期间出生的 而捷克的足球队呢 就更加夸张了 他们的分界线呢 就在1月1号 那在9月打后出生的呢 基本上呢 就已经没有选择了 即是他们整队足球队呢 基本上呢 是没有9月打后出生的球员的了 那听到这里呢 可能你就会问 喂啤啤 那这些呢 好像离我们很遥远 那关我们什么事呢 那你看到呢 即是不要说远了 其实我们香港呢 都有这一个情况出现的 即是比如说小朋友 他们呢 那个入学年龄的分界线 比如可能呢 有些小朋友 那他们的出生日期呢 就是比如刚刚摘戒 例如说你是个父母 你可以选择呢 就是究竟给他今年 可能给其他同龄的人 早一点点入学啊 还是呢 你等多一年 等下一年呢 反而是被人辞入学了 那这个呢 我不知道大家 如果作为父母的你呢 会怎样想啦 但是我想一般的父母呢 可能他都会能愿 给自己的小朋友呢 早一点点入学 觉得呢总好过次入学了 那这里有些什么问题呢 那书里面的作者呢 他就提出呢 譬如你想想 一个一月出生的小朋友 同一个呢 同一年 但是十二月出生的小朋友呢 其实他们都是 叫做同龄的小朋友 是吧 但是呢 其实他们的心智 那个成熟发展呢 是差了一年 的足足 而对于一个呢 这么小的小朋友 来说呢 其实差了一年呢 就差了很远的了 已经 而这件事呢 也都很直接影响到 他们的学业成绩 是吧 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我们的教育制度是怎么样呢 就是 可能你越好的 那我就会分你去精英班 那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 更好的资源 去栽培这一班所谓的精英 而这里呢 就正正发挥了 刚刚所说的 马太效应 这一样东西 就是 童年的小朋友 可能有些呢 已经大过一些 导致到他们的学业成绩 可能会比较好 进而入到精英班 接受到一些更加好的教育 但是 可能那一班呢 给他的父母 在年纪轻轻 小时候 就被人批评到 即是跟一些所谓同龄的小朋友 同一样去竞争了 而当一开始 可能只不过是 跟其他同学 有少少的学业成绩上的差别 但是呢 就导致到他们进不到精英班 再接受不到一些更好的教育 那你长远来说 其实那个差距呢 就会越拉越远了 甚至到呢 可能你如果以年去计的话 可能是真的导致到你将来 入不到大学 是影响到你之后的人生的 但是你看回最初最初一开始 其实他们和其他小朋友的分别 可能真的不大 只不过现在的教育制度 模式是这样 就是这样 好的 再给多些资源 没有那么好的 你的资源就会更加少 那这个就令到我们反思 就是如果我们作为家长 是否真的觉得 越早推个小朋友进去讨书就越好呢 又或者是从一个教育制度的角度 就是作者都提出了一些建议 就是如果我们一开始不是由那个学业成绩去分班 相反我们真的由那个学生 他们出生的月份 例如是一月至三月出生的就分去一班 四月至六月出生的就分去一班 如此类推 那么每一班的学生 他们的心智的成熟程度 差不多的一个level 在这个小朋友 早期的阶段 接受一个比较公平的教育的资源 而当之后 他们去到真的过了若干的岁数之后 才再决定哪一班人 可以再抽出来 去接受一些更多资源 更好的教育 而不是在小朋友 一个这么早期的成长阶段 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和其他人一个小小的分别 就已经将他们好像划分在一个等级 不知道大家 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父母 不知道你对作者提出的这个观点 又或者这个提议 有什么看法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而对这本书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买一本来看看 这本书在Amazon那边 都是长期畅销的 又或者按下面的连续 召集给我的早餐会会员 我接下来会和会员那边 继续讲这本书 会员们明天再谈 我是宝宝 拜拜